第四个 我们要说一下Test Input 并且同时我们要说一下受控的Test Input和非受控的 以及他们在整个事件的响应里边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你看过来发现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太多 而且真正差别不大 好我们来坚持一下 公志们胜利在望 Demo10下画线04.js 就这个吧 这个地方改成Test Input 好 Test的好像是用不着拿掉 我还是有点代码洁癖的 这个不用的东西就拿掉 然后my class我这俩就扔着扔着吧 然后4 4 然后这个地方 要换成view vaw 然后呢 首先我们来看哈 写一个Test Box Test Input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做完改变以后 它能够相应的有东西能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在上面有一个 或者说它就有一个响应嘛 我只是 比如说它有一个unchange的响应 unchange等于 等于谁呢 我们上面 设定一个fn1 把它写成箭头函数的样子 那么底下就不用bund了 那么这儿写完了以后呢 底下呢 其实来讲呢 它这里面会有一个值 叫my input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这my input 其实来讲就是它输入了哪个东西 在change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反正能抓着就得 对吧 concel.log一会儿就需要 我们刚才不是有那个debug的东西 我从debug里去看 然后呢这个地方绑this.fn1 对吧 然后 这给一个-test input 对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placeholder placeholder我们给它一个 placeholder就是在你什么都不输入的时候 它缺乏有一个东西 就是请输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结果 嗯 又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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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是cannot-read property concat of undefined DELTA patch 这是在哪个地方 这是啥情况 这有错误 伊索斯 1004 他怎么老试图引这个东西呢 实在是好烦啊 require unknown580 错误信息在哪 有可能就是要重启一下 就不稳定了 一般重启呢 就把这个node.js关掉 然后这个是他就会出来 然后你重新再打一遍run 就可以 这个第一遍 第一遍编译很慢啊 到home编译就越来越快 这有一个请输入 看见了 这请输入是我们写的 你点 他就变成这个了 然后呢 我们这是看 看这边这个啊 看现在这个 这个东西 A 你可以看到 每次input的这些信息 全都能拿得到 synchronous event 这就其实那是那个event的啊 反正这里面 你可以挨个看 反正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到 呃 this event is used for performance reason 呃 他给你一个小警告啊 帮你他 反正这样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能一直出的 OK 那么第二种呢 还有一种呢 叫做 他在用的时候 叫做受控空间 受控空间 其实来讲 他的区别在于哪呢 其实我们在html里面也 见过这个东西 所以说react 其实是react 把这个东西给垄断了 就是tax input 如果我在这里边给了value 比如我让value 等于 this.state.my value 如果他等于my value的话呢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有趣了 这个地方 就必须得加一个 this.state.state 等于 my value 比如给个123吧 好吧 他就 他在这儿 你可以这么这么写 但写完了以后 那底下一会儿 你会发现他没法改 跟我们在平常 那个react里的一样 就是他已经是受监管的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等会儿 好 这底又多了一个吗 你看现在他这有123 你别管按什么 他都按不下去 你发现了吗 他按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按不下去原因 因为他被监管了 那么被监管了以后 他会一直让自己跟 跟那个什么保持一致 所以来讲 如果你要想改变他 你还要设一个onchange 第四点 fn2吧 我们这个 这大家平时不要这么起名字 这么起名字是 有问题的 这是 my 然后你要去改它 因为每次进来以后 它必须更新它 就是myvalue 是什么呢 是myinput 刚才我们打了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就是在unchange的时候 他去改set一下set一下这个state 然后我们来看它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这是刚才的a吗 那么ok 这盖要都有 好吧 也就是说我set进去以后 它都能盖掉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testinput的这块 ok 我们结束了 好 也就是说 其实react native 我们讲的比较短 因为其实react native 所使用的技术站 就是react的技术站 有些同学说 说真正一个安卓学习 要学习很长时间 为什么你讲react就这么少 这其实就是react要做的事情 你原先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才能学会安卓开发 现在你拿着react的技术站 你学一次 learn once 然后write anywhere 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到处写 安卓也能写 iOS也能写 前端也能写 这个其实就是react要达到的效果 当然来讲 它里面的东西可能有点不一样 它的属性也有点不一样 但是你看它的思路方法 你像比如router redux 这些东西都能往里用 你想吧 没有问题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那么在这块 回头大家自己去 因为其实手机也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我其实来讲 只不过是在模拟器上 把这个东西再做一遍 那么这有些东西回去 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ok的 好